这一月夜流逝,故事涌流传 讲的故事,我们来讲 深作红色小新年 大家好,我是冬间小学 一年级私班的陈建言 我今天给大家讲一个 小通秀务员攀兜子的故事 胡心想想放光彩 胡心叹叹乱胸怀 胡心是咱通勇的听 讲的关怀,超万代 听到这首歌 不少人眼中都会浮现出 电影闪闪的胡心中 小英雄和东子那可爱 智能的模样 1934年秋 朱立红军撤离中央的距离 穿下了朱立红军的附近 出发前给东子留下了一颗 闪闪的红军 东子把他让他抱在室宝 收藏起来 如今一早 大叔好胡哈山就回来了 柳西又像入了白色恐怖之中 东子的母亲 小端穿崩西装导 传达着长的街上 在一次行动中 东子妈被胡哈山的敬畏团 唯恐在 散烧着熊熊烈火的草屋内 不及了从容就意 使小东子突然长大了许多 他怀揍爸爸留下的红心 承担起了游击队交投远的工作 他为山上游击队筹炎 巧妙地躲过了轻卫团的桌塔 东子还精灵地做了米店的火片 捞掉了确切的警报 破坏了胡哈山的搜索计划 东子在成卓自无地 对付了胡哈山的 多次示范和坎坑后 加出机会 砍死了胡哈山 1938年 江南游击队准备开赴抗狱前线 东子和福星又相面了 他戴上那颗 保存了多年的红线 成了一名真正的胡销战士 读了这个故事号 我深深地感受到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是多么的来之不易呀 少年制和国制 少年妇和国妇 少年墙 左国墙 让我们用知识和汉水 以优异的成绩 报效祝国 以满庄热情 拥抱 希望 已温 读你 未经许可 未经许可 不得 看到 这 可